每年4月25前后 纽约有很多法轮功学员 都会聚集到法拉盛街头 纪念16年前中南海的和平上访 集会上表现出真善忍的美好 和中共残酷迫害行程强烈对比 也让路过的民众感到钦佩 今天纽约的天气非常的晴朗 那么法轮功学员和社区民众 超过2000人在纽约法拉盛 进行了纪念425和平情愿 16周年的集会 那么现场正气十足 五颜六色的彩旗在阎光下特别耀眼 法轮塔法天国乐团演奏出了 雄壮的乐音震撼人心 人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了一起 秩序井然谴责迫害 同时也声援早已超过两亿人的退党大潮 1999年4月25号 一万多名法轮功学员 到北京的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 要求当局释放此前 在天津被当地警察暴力抓捕的 45名法轮功学员 允许法轮功书籍合法出版 给予法轮功学员合法领功环境 大家都非常的安静 没有人打条幅 也没有静坐 也没有过激的行为 也没有跟路人和警察发生过任何的冲突 最终法轮功学员得到了 与时任中共总理会面的机会 425上访得到和平解决 但是当时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 很快抛却承诺 发动了对法轮功的镇压 至今已经16年 江泽民当年说三个月 消灭法轮功 但是他现在在全球 各地开花 这个就证明 真善人是一个正确的 是适应这个世界的 中共使用的迫害手段 极其邪恶 其中最让人毛骨悚然的 便是活摘器官 刚刚获得美国最高广播电视奖 皮博迪奖的纪录片 活摘 就是以这一惨绝人寰的犯罪为背景 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活摘器官 这是一个全国性的 穷体灭旧性的大屠杀 这年中国的首席主席 黄杰富 已经说了 中国的肺炸器系统 在中国的肺炸器系统 是犯罪的 而且是犯罪的系统 他也说了 中国的肺炸器系统 在肺炸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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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的倒行逆施 最终招致民众的彻底抛弃 从2004年开始 便有越来越多的民众 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 与这个组织彻底决裂 早在本月14号 三退人数已经超过两亿 共产党在中国百姓的心目当中 整体而言 已经成为一个臭名 退党是一个精神的决心运动 是远离政治 面对中共的残酷镇压 法轮功学员选择了 和平理性的回应 写有真善忍的横幅采齐 中国传统的妖鼓表演 威武气势的天国乐团 善良平和的气度 现在法轮大法天国乐团 所演奏的乐曲名字叫做 神圣的歌 那么这个整场集会的感觉 与这个歌词的名字 所传达的感觉是一样的 就是神圣 新唐人记者李大宇秋报 Oliver纽约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